早安 各位 今天是2月5日星期一的早上 隔夜時歐美大跌 美股道指跌超過666點 同時看回港股今天低開曾經一度跌800多點 現在收窄到600多點的跌幅 暫時來看 我們要關注內地方面的走勢 數據方面英俊 剛剛出了經濟的數據 上升指數跌幅收窄 恆指有望 企穩07年高位31958樓上收 已經是相當圓滿 後市繼續是大漲小匯的牛市 不過暫時建議大家看到這些大跌情況 審慎不要加 不要溝 不要留著 看定一點 但有貨的朋友 如果跌到2至3個百分點 這麼可控的幅度 其實儘管可以繼續持有 後市無需恐慌